是玫瑰,那是花开,接下来,赵薇 先是小燕子龙卷风般窜红,接着就是负面新闻,冰雹般杂赖 赵薇是影视圈十年来红得最嘈杂的一位明星 另一方面,她也风光无限地连续获得大奖 包括2005年的华表奖最佳女演员和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 2006年的第八届长春电节影后 有人说赵薇的走红得益于她那个时期女明星的青黄不接 所以才有了连她在内以及张紫怡,徐敬雷,周迅四大花旦的集体出现 也有人说赵薇的走红得益于上个世纪末人们悲观而有绝望的世纪末心理 疯疯癫癫的小燕子和五音不全般的爱情大魔咒 给背负沉重负担的人们带来了返盘的激情和制造快乐的勇气 所以赵薇的走红完全是赶上了百年不遇的机遇 一个世纪在最末几年里才会有的机遇 其实赵薇的走红完全在于她自己 这些年来她从未停下脚步 不管是在顺境里还是在逆境里 不管是在电影方面还是在电视剧方面 她在少林足球里勇敢伴潮 在绿茶里大胆性感 直到2005年凭借金华燕云赢得2005年最高的电视剧收视率 2006年考研节拍电影夜上海 希望用新的充电和更好的作品 让哪些非以她的人闭嘴 赵薇用事实告诉人们 她是一个肯于上进的人 影视圈不乏钻影者 但影视圈和所有地方一样 更愿意高额毁谤哪些肯于上进的人 赵薇最初红彩机遇 现在红在她不懈的自我完善和努力 虽然红得连滚带爬 但毕竟红了十年 这个世界是甜美的妙线 藏匿的小心感 能够一一实现 让妻头看着天 眼睁不知的脸 我们彼此怀念 在隔壁的房间四十六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